据最新消息报道 美国新一轮禁令出台 试图禁售用于军事用途的高端芯片给中国 这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中国芯片产业受到严重影响呢 其实无论这是不是真的 我都认为中国芯片行业最新动作 都是在积极做出应对措施 更是立马调整芯片出口规则 那就是要停止对俄罗斯出口芯片 之所以突然对俄罗斯出口芯片 或许与美国禁售军用芯片息息相关 并且以此来防止军用芯片供应不足的情况出现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 那就是美国试图禁售军用芯片给中国 这并不是美国商务部做出的决定 而是美国总统拜登临时的行政命令 是一份文件声明 根据半导体专家透露 对于禁售军用芯片的相关细节 表达的并不是很清晰 甚至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 也就是说新一轮的芯片禁令 都没有具体定义出口产品方面的细节 所以应该不会通过立案 因为专家认为这是临时写好的声明 该命令说不定不会被成功执行 为什么美国要如此针对中国呢 无论是民用芯片还是军用芯片 美国禁售芯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其实美国限制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有着两个最大的目的 一方面就是民用芯片 而另一方面就是军用芯片 众所周知 在民用芯片领域 美国是为了阻止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无论是与其相关的电信产业 有或是人工智能以及中国超算 甚至是对手机行业都有所针对 美国通过各种制裁措施 就是要全面阻止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军用芯片领域 美国是阻止我国形成军事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因为没有芯片 那么就没有现代化战斗力 那么军事整体实力也都会大打折扣 比如无论是解放军装备 反舰弹道导弹 歼20的雷达电子系统 就连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 都是需要用到密密麻麻的芯片 其实无论美国是否真的要禁售军用芯片 这都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损失 对中国芯片产业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相反会加速中国早日实现芯片自给自足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军用芯片大多都不会采用先进制程 而是采用成熟工艺制造的芯片 刚好我国在成熟工艺领域 已经能够实现纯国产化生产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禁售军用芯片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但不会影响到中国芯片的发展 更是会让美国芯片厂商连芯片都卖不出去 在中国不仅有中芯国际已经掌握了14纳米纯国产生产线 就连中国龙芯的芯片也可以当作军用芯片使用 所以美国想一次阻止中国芯片的发展 可以说根本就是白日做梦 也就是说美国禁售的芯片 是我国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技术就能生产的芯片 除非是产能不足的情况下 导致军用芯片出现供应不足 否则我们不可能没有军用芯片可以使用 2021年全球军用芯片出现短缺 确心的现状已经从汽车行业蔓延到智能手机和显示设备等领域 为此各国芯片巨头都纷纷投资建厂增加产能 比如台积电承诺三年投资1000亿美元以提高产能 英特尔计划投资2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兴建两座新工厂 与此同时 中芯国际也加大芯片产能 全球市场份额更是一度挤进了世界前列 中芯国际在成熟工艺市场越会越好 2022年中国半导体代工市场全球份额首次超过百分之十 这也意味着国内在成熟工艺方面 根本不会出现芯片产能不足的情况 否则我们哪里有芯片卖到国外 更何况如果真的产能不足 原本卖去国外的产品也可以优先提供给国内 在军用芯片领域 我国一直都是受到国外技术垄断 特别是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后 情况更是恶化到了一定级别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国可以说在军用芯片领域的投入非常巨大 国内为了发展军用芯片产业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长达20年的高强度投入 如今也终于迎来果实 那就是在军用芯片领域根本不用害怕老美卡脖子 这也彻底解决了国防安全方面的问题 更是让中国拥有更强保护自己的实力 所以美国想要在这个时候禁售芯片 无疑是将自家美高企拉向深渊 也不知道是未雨绸缪也好 还是出现了巧合也罢 刚刚好就在美国向中国禁售军用芯片的消息 曝光没多久之后 我国就立马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要停止向俄罗斯出口中国龙心 我认为这就是在积极调整战略布局 为了保障我国有足够的军用芯片可以使用 所以才要选择对俄罗斯停止出口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自己自作 特别是现在国际环境还很不明朗 美国不停支援乌克兰惹火了俄罗斯 一旦战火覆盖全球 那么军用芯片也就成为了无价之宝 多一颗芯片相当于就多了一份战力的保障 不少网友也对此有所评价 那就是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想要禁售军用芯片 也许是与俄乌冲突有关 因为一旦俄乌开启大战 那么俄罗斯是必须要大量军用芯片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口美国的军用芯片 那么到时候就有可能将芯片转头就卖给俄罗斯 所以这是美国走的一步大棋 由此不难看出 看来美国方面要有大动作了 提前断掉俄罗斯唯一的芯片攻击 看来这是要把俄罗斯枉死里整 我们都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不断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也因此处于严重缺心的尴尬境地 特别是对军用芯片的需求更大 因为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已经用掉了大量常规武器 同时也消耗了很多军用芯片 然而俄罗斯并没有成熟的芯片产业链 所以不能实现自己自作 只能从国外进口来满足所需 然而受到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失去了芯片来源 其他小国又不敢得罪美国 所以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芯片 那么俄罗斯唯一的芯片来源就是中国了 所以美国不出售军用芯片给中国 也许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将芯片转卖给俄罗斯 不过有人却发现了其中端倪 那就是美国计划禁售军用芯片 根本就是在作戏 因为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向中国提供过任何高性能军用芯片 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文件声明中连具体产品细节都描述不出来 对此不少网友半开玩笑称 也许这是拜登根本搞不清楚芯片里面的道道 为什么我们很少听说中国在军用芯片领域被卡脖子 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军用芯片领域早已实现自己自足 根本就不需要美国的芯片 所以美国想要禁售军用芯片 也根本不需要通过法案 因为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阻止军用芯片流向中国 2018年 某华裔教授被曝涉嫌出口军用芯片之中国 就在1月份遭到了起诉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据法新社曾经报道 早在2005年 美国就打算起诉波音公司 原因就是波音公司卖给中国的商务喷气机 其中包含美国军事应用技术的电脑芯片 从此我们不难看出 美国很早就一直在限制军用芯片流向中国 试问有何必现在出台什么禁售军用芯片法案 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 多此一举 不得不说 中国靠着自身的发展 早已实现军用芯片自给自足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国防工业才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型装备 而这些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可以说没有大量军用芯片的支撑 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也许这个时候有人会问 既然中国在军用芯片领域这么浓 既然中国在军用芯片领域不受美国影响 那么为什么还要对俄罗斯停止出口芯片呢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龙心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龙心 我国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的情况下 才从来没有畏惧过 反而是迎难而上 努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不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最终才让中国龙心发展的越来越好 如今龙心更是已经挤进了全球先进芯片行列 所以如此核心的技术是不能随便出口的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国核心技术不被暴露 所以才会选择禁止对外出口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芯片需求越来越大 然而美国却在这个关键时期 不断对我国芯片企业展开制裁 甚至不出售相关芯片给中国 本来中国芯片产业对国外依赖性很大 受到美国芯片禁令影响 中国为了保障国内芯片需求供应 所以中国龙心暂时还不能对外出口 其目的就是为了优先供应国内市场 至少在美国芯片禁令没有解除之前 中国龙心暂时还不能出口给俄罗斯 所以正如前面所说 采用成熟工艺打造的军用芯片 我国已经可以实现自己自作 如果说能从美国那里购买芯片 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产能提供芯片给俄罗斯 如果说美国芯片禁令彻底解除 那么国内就可以从国外进口芯片 自然也就可以向俄罗斯出口芯片 可是如果美国要一直停售芯片给中国 那么我国只能将芯片留着自己自作 毕竟这涉及到国防安全 如果说我们把自己手上的芯片都卖给他国 如果说这个时候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那么谁又会将芯片卖给我们呢 谁又敢卖芯片给我们呢